被问及C罗离队问题时,巴萨高曾用这样的回答讽刺黄马,2018年7月11日凌晨,C罗用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抢了世界杯头条,转会尤文图斯,开启自己的新征程,也就是这个转会轰动了世界足坛。 作为当今世界足坛前二之人,C罗到哪都会引起一阵轰动,C罗职业生涯辗转多队,出道于葡萄牙球队里斯本竞技,成长于英超骂联,在黄马走向人生巅峰,如今转会到欧冠老对手尤文图斯,C罗的职业生涯又将开启另外一段美好时光。 而作为黄马老冤家,巴萨自然离不开C罗离队的话题讨论,C罗的离开将帮助他们更好实现他们的目标。 而近日巴萨副主席约尔迪卡尔多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时,也谈到了C罗加盟尤文一事,这件事让他一下子拉回到十几年前,巴萨球星们,来到巴萨清训营的日子。 卡尔多纳说,像哈维、伊尼斯塔、梅西这样的球员,他们正是在巴萨为他们提供的舒适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伟大的球星的,而这正好诠释了我们不只是一家俱乐部这一理念,伊尼斯塔和梅西在他们13岁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哈维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加盟了巴萨,他们有机会也有能力在这里,度过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 而这对巴萨来说也是巨大的成功,上个赛季,C罗帮助黄马完成了欧冠三连冠的丰功累业,球迷们在赛后狂喊C罗,留下来,而当C罗转会到游文后,球迷们纷纷开始痛批黄马不讲人情。 而卡尔多纳采访时说的这一番话,更像是在讽刺黄马,黄马素来就习惯买一个巨星来解替另外一位巨星,而不是巴萨那样培养出自己的当家球星。 卡尔多纳说道,我们始终秉承不只是一家俱乐部的理念,致力于为那些从拉马西亚成长起来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创造一个舒适的空间,也许我们在不同比赛中取胜的原因不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将始终保持这样的理念。 巴萨副主席采访时说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很以为深长了。 巴萨剑